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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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流过扶着礼去锄头 往后看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子 因为这样的人不能够记录到天国 意思就是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呢 我们不要忧疑不缺 要很坚决的 因为我也曾经提到过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说如果我今天敲你的门的话 你不要装得不清不开门 弟子敲你不开门耶稣过去的 可能耶稣会让人再来敲第二次 你如果不应声开门的话 耶稣可能过去的 可能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你如果每次都过一段 耶稣说爱是不能够勉强的 耶稣可能一去不再回 你就永远不能够跟随他了 那多么的可惜 因此耶稣讲到当我今天敲你的门的时候呢 你应当要打开你的心门 我曾经提到过我们的心 叫做心锁 这个锁呢只有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不在天主那里 也不在别人那里 在你的手中 所以你自己把这个心锁打开 让天主进来 不然的话 天主也不得清吗 天主不会勉强进入到你的生命中的 他绝对不勉强的 那么另外一个故事 那就是少年人的故事 那是马尔谷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七节 话说有一天呢 有一个有钱的人到耶稣跟起来 他说老师 我如果要得到永生的话 我应当做什么事情 耶稣就回答他说 他说你如果要得到永生的话呢 你应当要守天主的贱命 要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犯些人 不可偷盗 不可妄政等等的 那那个时候 这个有钱的少年人 就回答耶稣说 他说主啊 实际上我从小的时候 已经守得非常的好 耶稣当时听了他的回答 非常的尘爱他 因为这个年轻人 有钱 但是能够处于污液而不染 太难得了 但是耶稣还是对他说 他说 你如果要做得更好的话 你应当回去 编卖所有的一切财产 然后救济穷人 然后来跟随我 那这个时候 这个年轻人已经知道了 耶稣说 你如果要做一个更好的人的话 那么应当放弃这些现实的东西 但是呢 他舍不得 他从没哭泪 接着走就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耶稣就有机会教育了 告诉旁边的那些宗徒还听众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有钱的人进天国 比骆驼穿针孔还难 骆驼那么大的一只骆驼 要穿针孔怎么可能 我们现在一上的年纪 眼睛比较滑一点的时候 拿着针孔穿的老板 你就穿不过去 那么骆驼更不可能 当然耶稣不是说 有钱的人就已经进不了天国 一定不讲这样的话 问题就是说 人如果有了钱 有了财富以后 像我们中文所说 保卵私营育 可能比较容易判罪 堕落 如果有钱的话 你去行财 按照天主的职业 去用钱 有什么不好 钱变得是走永生的道路 一个方法 是不是 所以耶稣讲说 有钱的人 就是有钱但是呢 你把钱 把财富 把它绝对花了 也就是说 人生在这个项目 最主要就是钱 钱钱 今天那就是钱 那么降到到最后的时候 你不是凭着钱 进入到天国的 而且钱有什么用呢 钱如果用的好 当然有用 钱如果用的不好的话 那是远离天主 基督中讲痛苦 同样的问题 能够是永生的踏脚石 也能够是永生的伴脚石 你如果拿钱去办这的话 那么耶稣在 富贵少年的故事中 实际上要告诉我们 一个人如果要走 永生的道路的话 如果那些东西 有一些东西 是阻挡你走永生道路 该放弃的 就不要放弃 不然呢 这些东西 也许你坦实能够 用油享受 但是将来变成你 进入到天国的 半小时 半小时 你若得了普天下 一起荣华富贵 不幸丢掉你的灵魂 为你何以之有 所以我们 从上个礼拜一 到今天 把耶稣的重要的 一些比喻都讲了 那么还有没有比喻 有 就是在马逗第25章 这几个比 我觉得非常美 耶稣怎么讲的 他说天国呢 就如同 十个统女 这十个统女呢 等待新郎的来到 然后进入到婚宴中 去庆祝 但是新郎迟迟没有来 也因此他们开始 打科室 半间有一个人大声喊 他说快醒过来 准备准备 因为新郎已经来到 好了 吃个草米 醒过来以后呢 他们每一个人 手中拿着一个灯壶 开始点了 糟糕 五个一点就亮 但是另外五个一点 他点不亮 或者那个火 是非常的微弱 因为你们没有油 忘记带油 或者油不够 那这时候 他就非常着慌 早起来就开始问 那五个人 好了拜托拜托 把你们的油借我们一部分 那这五个人 毕竟是聪明的同理了 他说不能够借给你们 借给你们的话 我们自己不够用 大家都不能够 完成婚礼 你们自己去买好了 好了 这五个人去买的时候呢 新郎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跟五个准备好的 点好灯的人 进入到婚宴中去 把门关起来 在里面庆祝高兴 等到那五个愚蠢的少女 买的油回来的时候 敲门 新郎在里面说 他说你们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们 因为你们没有准备好 你们听了那么多的笔 现在应当可以解释得出来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少女 指的就是两种基督徒 带灯又带油的 一点就着的人 指的是瘦了起 灯是瘦了起 油呢 就是不但有名 还有实 我们按照信仰的要求 去生活的话 这个就是不断在我们的 灯虎里面 去柱油进去 新郎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天国的喜宴 指的就是天国的喜宴 永恒的喜宴 耶稣他第一次来 那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圣诞节 耶稣来了 最后背离儿子 死后复活起来 表示说耶稣来 天国的美金重新打开 天人的关系 因着最有破坏的这个情况呢 已经改变了 我们已经有得得到永生的希望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33岁离开人世 所以耶稣离开人世之前 他接着他的天使说 他说你们看他怎么去了 这一位将还要再来 那就讲世界末日 耶稣基督还要再来 耶稣第一次来临 还有耶稣第二次来临 你们知道基督教有一个教派 叫做世界末日 我现在忘记 叫做基督再临 再度来临 基督第一个呢叫first coming 一个second coming 再度来临 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 耶稣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他要把整个的人类 系在一起 生死等都要复活起来 要接受耶稣的审判 所以耶稣的第一次来临 跟天然之间 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末世时期 末世时期包括两个 一个是已经 什么已经呢 就是耶稣来 他已经背定而死了 那么表示天父 已经把永生的得救的恩惠 已经给我们人了 但是呢 另外有一个意义 那就是上位 英文的表达非常好 叫做already 这个叫成not yet 因为这两个字 我觉得很能够表达 就是永生已经给我们了 但是呢 还没有 表示说我们是否能够 真的得到永生 当然呢 我们在这一段 耶稣带来的这段时间 我们怎么活着 所以呢 是个少女 五个聪明的 是她做一个 明实相扶的生活 常常警醒的准备 也就是当耶稣带来的时候 就是他们进入到永生 享受永远普通的开始 那么五个愚蠢的 有增而没有油 或者油不够呢 耶稣进入下领的时候 他们可能不能够进去吧 这里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们做基督徒 不要做明实相扶的基督徒 不要像那个大尊学生 投过声音在大家前面 大言不谈说 我是天主教 都因为我受过喜 但是呢 他有名无始 这样的人不能够进天国 在马逗福音第七章 耶稣讲过一段很重要的话 不只凡口中喊 主啊主啊 这人能够进全国 而是要承行 我再天大福祷之意 那么天福祷之意是什么 就是天主实践 要全心全灵 全力全意爱 天主万有之上 然后具体的去爱别人 如同爱你自己 你如果不能做到这点 那就对不起了 所以像马逗福音 第25章 耶稣讲一个比例 叫做世界末日 他说世界末日 就是耶稣基督 再度来年的时候 他把人类分成两批 右边呢 叫做绵阳 绵阳是代表一人 正义的人 所谓正义的人 就是他常常按照 天父的主义去生活 按照天主的正义去生活 左边呢 用山羊来代表 代表什么 代表那些 过不劝的人 罪人 犯罪以后 也不肯悔改的人 那么这里 我就想到了一个 德国神父 那时候在古大听的故事 他已经在古大教书 去世多年了 因为外国人 来学中文 有时候 常常闹很多的笑话 基督中有一次 有一个西班牙修士 在跟我谈话的时候 我在谈我的整个的 做神父的过程 他听得惊异味 但人家敲我的房间的门 我那时候还在神学念书 那么就打岔了 中断了 那个人走了以后了 我回来 他就马上打我 他提神父 提神父 他说我都是耳朵 我都是耳朵 我说什么 你都是耳朵 我莫非其妙 什么都是耳朵 我说是怎么样 英文才一讲才知道 英文叫做 I am all ears 那就是希尔公听 可是因为他外国人 不懂了 这是我们的一句 俗语啊 一句诚语 他就按照字面解释 我都是耳朵 就我准备了 希尔公听这个 好的 那么这位德国 去世的神父呢 他有些人在讲这个 最后审判的道理 笑死人了 他说耶稣是耶穆日盖的事 要把人类分成养皮呢 右边的是公的 公养 左边的是母的 听到也大笑了 那公的就是 男教友才能到身边的 离教都下地了 这个就是他们外国人 搞不清楚 迷迷糊糊的 我们也是讲 外文也是同样的 是不是 好的 那个时候耶稣要对右边的讲 他说 你们这些父所诸佛的人 你们到父 从永远未能准备的 天过去享受永远的福乐吧 因为我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饿的 你们给我吃 我渴了你们让我喝水 我寒冷的时候 一步避体 你们给我衣服穿 给我温暖 我生病坐牢 你们探望着我 我做旅客的时候 你们收留我 那这时候他们就开始问 他说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看 你受不帮助你呢 也说 我实在告诉你 你没有为这条的弟兄姐妹 所做的 就是没有为我而做 然后耶稣转面对 这边的说 你们到永火里面去 结果 结果渴我渴 我吃针落地 我生病坐牢 做旅客 你们都没有收留我 帮助我 那时候他们 经历量 他说主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 受苦没有帮助你 第一次就说 如果看到你 在我们前面受苦的话 不但给你清水喝 可能给你很好的东西喝 也就是说 我是在告诉你 没有为这条弟兄做的 就是没有为我而做 第一次就是说 我们人 常常会抱怨 这就是一个 看不见摸不着的 听不到的神 我怎么能够 却爱这样一个人 耶稣小律知道 我们会找借口 所以耶稣说 你为这条弟兄做的 就是为我而做 我们在座 有很多 已经是父母了 如果人家爱你的子女的话 人生是感同身受 是不是 同样的道理 离爱天主的儿女 离爱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 离爱教会的其他的肢体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是身体中的各个不同肢体 一样都是在爱天主 爱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耶稣就叫我们 我们不应当有错觉 一个人对天主说 天主我爱你 但是对周遭那些有困苦 需要我们帮助 能够帮助的人 不去帮助的话 你说你爱天主 都往中都讲 这是骗人的 因为看得见你 你都不能够爱 你怎么敢说 你爱看得见的天主 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个比喻呢 实际上就要告诉我们 我们做基督徒的 真的应当做 明始相互的基督徒 因为信仰不是挂在嘴边 常有人讲说 我信就好了 现在心中信就好了 我不需要任何的来往 我常常说 你回去告诉你爸爸 说爸爸 我相信你是我的爸爸 我是你的小犬 但是呢 到此为止 我说你爸爸怎么说 好吧 你吃膀擋面了 你今天出去 不必回来了 不必回来了 因为爱是需要 有具体的行为的表现 所以呢 在雅各伯中途 写的书信的第二章 十字节将告诉我们 信德而没有行为 是此的东西 爱是需要有行动的表现 所以马朵第一章 刚才我们说的 不是凡口中喊主啊 主啊能够进天国 而是按照天父的职业去做 好的 我们比例终于讲完了 也许往后 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别的比例可能会进来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第十二章的第三节 就进入天国的条件 还记得吧 耶稣宣讲的中心 特别 只有那么几句话 实际已经满了 天国来临的 你们慧海 信同福音吧 耶稣讲的道理 就这么一个思想 就是 因为里面天父 对人类 寻诺圣子耶稣的来临的 时间道理 耶稣的来临 就是应取道的完成 天国来临的 就是说天父 愿意宽恕世人的罪 我们讲那么多的比喻 特别是 浪子回头比 弥陀刚刚的比喻 岛前的比喻 大家就在说明说 天父的怜悯 他的宽恕 已经进入到人间 他愿意 这个方式来宽恕我们 怜悯我们 好的 那么 我们如果愿意得到 鲜果 得到永生的话 我们必须在 消解法门 要悔改 就是回头 承认我们 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 人非圣 选出 人无过 我们需要天土的福音 天土的救恩 但是我也曾经 意大地强调 耶稣的先讲的中心 不是叫我们悔改而已 悔改只是一个 排除 天人关系的障害而已 永生的障害而已 应当积极地 去信同位 就是按照 福音的精神生活 那么 福音的精神很多 不过呢 福音的精神 主要的 可以在真福八段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你们现在 如果有讲义的话 请你们看 第十五页 也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要积极地努力 成为一个 真福的人 我们中国人 或者是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 都在寻找幸福 但是什么才是 真正的福 我们不一定懂 我们以为 这个真福呢 指的都是 现实的东西 金钱名利 财富 地位 全是爱情 这些东西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 真正的福 不是这些东西 不是外在 都是一个内在的 一些德性 常常有教育 告诉我说 李神父 我除了祈祷 主日望望弥撒以外呢 我是否还有什么可做 也不爱这样 说一个基督徒 就是做这些东西而已 不是的 我们的境界 非常的高 那么 怎么样境界 真福八端 就是八个境界 如果你们有 讲义的 我们一起念 因为我决定一个基督徒 应当把这个拔条 一定要背起来的 我们一起念 神品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怀疼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受安慰 姑娘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 极可牧义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得保育 灵命人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受怜悯 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 地道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 惠伊尔受苦爱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全国是他们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第十三章去 来看真福八端 真福八端又称之三中圣训 为什么呢 因为是耶稣有一次在一个山上 他看到好多的群众跟着他 好像没有牧童的羔羊一样的 也因此耶稣就开始讲道 那么真福八端会的三中圣训呢 就是耶稣他的宣讲的精华之所在 也是一个核心 也是基督徒一生应当努力实践的理想 那么现在我们就一条一条的来解释 第一 神品那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什么叫做神品的人 是指凡认识自己毫无能力 全心依靠天主 并认为唯有如此 他才能够完全顺从天主 成为天国子民的人 他不止指物质的贫穷 更是指心灵的贫穷 心灵的贫穷呢 乃是指谦卑的人 人在心中找不到生命的全员 只有天主才能够给人 我们普通一听到神品啊 一看到瓶子 我们就马上想到 瓶就是贫穷 好像说我们教会在提倡贫穷 没有的 教会绝对不提倡贫穷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罪恶 我们讲说贫穷是罪恶的根源 所以我们的社会有什么 孝贫不像的汤就是在这里 就是贫穷能够带两个罪 但是今天我们的社会 所谓的罪恶不是来自贫穷的 来自人愿意享受 都愿意工作 像年轻人我到工厂去工作 一天可能要加工很多的时间 一个月整个赚一万多块钱 我如果去抢去偷的话 一个晚上可能几百万 比如一万多块钱 叫我去地下舞厅跳舞或者怎么样的话 可能没有几天就完了 所以贫穷的本身不是教会要提倡 而且教会不但不提倡贫穷 相反 教会还应当想法要去排除贫穷 所以教会有很多的慈善的事业 你们知道在过去 很久的过去 教会好像对于现实比较不关怀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受了 希腊一种叫做二元论的 错误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因为二元论我们也介绍过 就是整个的宇宙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物质的东西 一个是精神的东西 凡是来自物质的是来自恶神 凡是来自精神的东西是来自善神 那今天很清楚了 我们能追求的是精神的东西 物质的东西离开的越好 抛弃的越多也好 所以过去我们会讲 你看社会世界就是罪恶的一个全员 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主 我们就是出世了 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看法并不是很正确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入到 基督宫保禄中路讲 我要救中国人要变成中国人 救西亚人变成西亚人 救罗马人变成罗马人 所以我们要入世 但是同时还应当保持一个出世的精神 因为现实不管怎么样的完美 不可能是天国 因为现实只是天国的道路上的前奏 这一段道路而已 所以现实不管怎么完美 这个不可能是永恒 只不过是说你好好的住现实 才可能有好好的来生 所以教会一定会先推行贫穷 相反的还有想尽各种办法 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所以有很多的救济的工作 比如说去年伊索比亚的灾民 我们天主教透过了 天主教社会发展母言会 我们捐了好多好多的钱 主要的就是在实践这个 为最小弟兄做的 那就是为耶稣而做 那么到底是什么 只是心灵的贫穷 不过心灵贫穷必须解释的 好吧 礼物质贫穷 心灵会贫穷 那个一无所事 一无所有 心灵的贫穷指的是一个 谦逊 谦卑的心灵 什么叫谦卑的心灵呢 就是一个人自己认识 自己毫无所能 全心依靠天主 并认为无有如此 才能够完全圣诵天主 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记得圣奥斯丁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奥斯丁是非洲人 他是一个白人 他生产在一个千诚的天后教徒的家庭 但是他三十月前他没有认识天主 而且他在最后中打过滚 倒追应着他的妈妈莫里加 每天用眼泪在千诚前面不断的祈祷祷告 最后终于找到了天主 例如说他离开同居的女人 放弃世俗的一些荣华富贵 最后他修道做神父 最后做了非洲的主教 最后成为教会一个大的圣人 他在神学哲学方面的道义非常的高 我们称之为圣师 那么在他找到了天主 找到了道路真理和生命之后呢 一次在祈祷当中 他去天主说 他说上主啊 除非我七席在你内 忽然我的心永远不得安宁的 我记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心灵的品种 意思就是说 圣老师变成深深的 就如同我们所唱的归回 你看他爬过多少的山顶高刚 但是找不到 总是一个失望 最后找到了天主 那个时候他心里完全满足了 也就是说 世界上所有的人事地物 没有一样东西 能够完全满足他心灵的空虚 不能够填满他 只有天主 你们知道教会另外有一个圣人 这个圣人 也是最近教宗 他不是说世界和平日吗 教宗到意大利有一个小地方 叫做阿西西的 阿西西也是我曾经到过那里 非常有灵性的一个小镇 到阿西西去 那么这位是叫做武商方济阁 武商方济阁 我们刚才不是讲耶稣 他有武商吗 手脚还有他的肋盘 一共有五个伤口 那么这位方济阁 他就是有一天在热血祈祷的时候 耶稣把这个武商 印到同样的地位去 这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在好多年前 有一位意大利的神父 叫做巴赘迪欧 迪欧神父 他不是武商 他是两个手掌 有洞 不会出血 但是一生找不出原因来 他去世了好多年 他去世以后呢 他们一个就是叫做 Brother Dino 他也是两个伤痕 那现在很出名 方济阁本来是阿西西 一个非常有钱的 迈古的伤人的儿子 他的父亲呢 本来很希望 他将来能够 记他的衣果 表示说如果方济阁 冤亚和爸爸的话 去做的话 他将来是一辈子吃不完的 享受不完的 但是很奇妙的 就是他把这些东西 当作身外之物 因为他这里觉得 他要追求一种贫穷的生活 不应的精神的生活 那么张内瑚 把这个事情 告诉爸爸的时候 爸爸非常的愤怒 他说你怎么是 败若我的门生 不准 但是他还是要的 所以有一天 他就在大庭广众 在爸爸跟主教的前面呢 他把衣服脱的 一丝不挂 就丢在爸爸的前面 他说爸爸 我什么都不要你的 我要去修道去了 那么爸爸当来很生气 那个主教看到 这个情况很不好看 就把自己的教袍脱下来 把他围上去 结果他二十一去到一个 很出名的教堂去的 在墙上有固化 就是描写当时这种情况 好的 这位方基格 他去修道了 就是现在的方基会 的创立人 他修道了 他真的毫无所有 可是他每一次 在祈祷的时候 他怎么对天主说 他说我的天主 我的万有 我觉得这个意义 非常的深 他是在了解 圣灵上耶稣所说的话 你如果得到普天下一切 荣华富贵 不幸丢掉你的灵魂 为你何以之有的 因为他了解的 你看从外面来讲 方基格会是常要贫穷 他们住的生活是比较贫穷多了 好像从外面看 方基格毫无所有 义无所有 是贫 但是他的心灵 是最 最满足的 最富有的 因为他有了万物的根源 所以我常说 一个人如果有现实的意趣 但是没有造物主天国的话 他等于什么都没有 一个人虽然他外面的生活 比较清淡一点 没有什么物质的享受 但是来拥有天主的话 他心灵非常的满足 有的天主就有这些 因为天主是这一切的根源 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神父兄弟的生活 总也没有什么物质的享受 就是吃饱了 久了一天到晚 就是工作 竟然去帮助别人 为别人而活 但是我们愉快 这个愉快 不是来自物质的享受 而是来自一种心灵的充实 我们的精灵生活 是非常非常的豐盈的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耶稣的榜样 耶稣他是生于贫穷 我们讲过 耶稣的圣诞 那里一个婴儿 所拥有的一张床主 没有 他是在马套当中诞生的 耶稣不但生于贫穷 耶稣也活于贫穷 是吧 因为有一次一个 精灵人到那跟进来 主我愿意跟随你好不好 耶稣没有说好 或者不好 耶稣怎么问他 他说你看看 天宫的飞鸟 有潮 苦里有泄 但是人子 他称地是人子 却没有枕头之地 假如你要跟随我的话 你没有物质的享受 你就跟他 我度一个很清淡的生活 很苦的生活 要不要 所以耶稣他生于贫穷 同时呢 活于贫穷 那么耶稣活于贫穷 是自有自愿的选择 刚才我们不刚讲过 富贵少年的故事吗 那么有钱 比如说你变卖 所有力气财产 比如说好吧 把财产带来 我盖要藏 没有 来改变我的物质生活的条件 没有 你周地穷的 后来空手来看水果 表示耶稣他可以改变 他的生活 物质生活的条件 他不要的 他是自有自愿的选择 在生于贫穷 活于贫穷 最后的死于贫穷 他赤裸裸全家 是家常离开人世的 昨天前我在报上 看到一个消息 他说在美国 有个教堂的外面 墙上画了一幅 复活着耶稣 听说就是赤裸裸的 一丝不挂 人家就选 他说怎么会这样 很难看 那个不小心牧师是神父 他就很幽默了 他说难道叫 给他加一条裤子吗 我想他要表达的是这样的 当然那是很不雅的 他要表达就是说 耶稣离开人世的时候 只有一个遮羞 实际上是赤裸裸的走 因为他这里在告诉我们 一切的东西生不再来 死也在不早 也因此 我们要用这些世界的万物 就是我们圣保路上 我们享受这现实的一切东西 好像没有享受一样的 意义就是说我们享受 但是不要把整个的心 放在这个上面 意义就是说 这些物质的东西 是我们在世界上 这段几十年的事 才需要的 不要把它绝对化 把它当作先途了 保路曾经讲过一个 很可笑的话 但是很有意思 他说好多的人 把自己的祝福 祝子当作天主去拜 他们拜的不是天主 是祝子 今天在我们台湾一样的 以前的副总统讲说 我们一年是所花的钱 可以造一条高速公路 同样的道理 人宁可去寻找现实的东西 没有永恒的东西 但是不要天主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耶稣的确是一个真正的 他有物质的贫穷 同时呢 那更是一个谦卑的人 因为他是上主的仆人 他在离开人世之前 在最晚中中 以一个仆人奴隶的身份 去为他的弟子们洗脚 他真的像一个仆人一样的 来替我们服务 因为耶稣讲过 人在到世界上来 不是要接受别人的服务 而是要去服务别人 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 深信的人 那这样的人 才能够进入到天国中 04千 sagen 有000 ー 最后远 Hepatitis 不基于